聽到這裡我突然想起一部電影 叫做《大敵當前》 我不知道老台有沒有看過 很久以前 對 那部真的是很久有片 但我覺得非常經典 那是描述蘇俄傳奇的狙擊手瓦西里 跟德國的狙擊手柯西尼 兩人對決的故事 電影裡面呢 邱德洛斯飾演瓦西里 後來也被蘇俄用來宣傳 提振部隊的士氣 不過我會去搜一下 這個對決故事其實 史學家認為是虛構的 但你突顯說在這種 軍事對峙的時期 軍事宣傳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在兩岸對峙的時間 一般而言都會放大自己的突襲戰果 有些被摸哨的時候 或者說出任務失敗了 就會自己這方面就會比較淡化 或者會比較少提及 在戰爭年代 這些其實這麼的做都很正常 我們在這裡講幾個小故事 先從前面剛剛有提到的 梁景元將軍說起 從他的故事大概就知道說 突襲任務有多麼的驚險 有多麼的困難 1964年的時候 金融部為了要破壞 廈門海岸的新建雷達戰 那時候派了13個人過去 其中包括第一次出任務的 梁景元 那個時候他有 神勇不怕死的小排長 這個封號 可見他的勇氣非凡 他們13個人就分成3艘的快艇過去 結果只有回來6個人 有7個人殉職 因為在行動的時候 一艘接應的快艇被偵查到 那共軍的炮艇就迅速的避進 然後用探照燈來照 最後雙方駁火 一艘快艇就 這艘快艇就重彈起火沉沒 已經潛伏上了 廈門海岸的梁景元 他們去的時候 本來是解斷鐵絲碗 才能前進 結果聽到海面傳來炮聲 就知道出事了 他們就立刻往後撤退 每個這個時候的本能就是什麼 聖山限速會大爆發 所以就一跳就跳過了這個鐵絲碗 大家就快速的衝回艇上 結果再回這個金門的海上 又遭到了兩艘共軍的炮艇圍攻 結果梁景元他們的弟兄 又有兩個人重彈身碗 而他們的快艇則是在 穿插在那個兩艘炮艇的中間 讓兩旁的炮艇不敢開炮 以免誤擊對方 最後才有驚無險的回到小金門 這次的突襲有七個人殉職 蔣介石他事後 他就還接見了梁景元等六名的勇士 除了合影之外 最重要的事是什麼 大家可能都猜不到 蔣介石送每一個人 一個勞力士的手錶 不是應該放榮豫架之類的 當年的薪資是非常的低 送錶送到勞力士 可見勞獎真的是 誠意十足 只是我們講到這款勞力士手錶 我們不知道是不是勞力士的水鬼 如果哪一天查出來 我們再專門的來說詳細一點 我覺得搞不好連這個送錶都是傳說的 大內宣的一部分 因為我會講這也沒有用 也沒有辦法證明 不過這一段歷詞 這個是你在網路上是查不到的 那你怎麼會知道 輾轉得到 輾轉得知 這一年的5月15日 馬祖又有兩艘的突擊艇 開向的閩江口的北側 那在他們接近大陸的海岸的時候呢 解放軍又有兩艘的護衛艇 迅速的插到他們的側後 實施攻擊 結果又有一艘被撫 一艘這個中彈了以後 後來還是一樣就這個平安的回到這個馬祖 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到 就是台灣的這種兩棲突擊行動 這個連續遭到挫折以後呢 一次也有改變了他們的這種行動模式 甚至於比如說有的這種船體的顏色 或者說船民 或者說還會鹹掛外國的國旗 也有偽裝成漁船 然後混入大陸的漁船 然後再慢慢的接近大陸這個海岸 其中有一次算是相當的出其不意 也就是在1964年6月11日 中央日報的頭版頭條那個時候 刊登的新聞是 齊襲山東半島成功 三臂匪軍30餘人 這個叫做海撫專案的行動 千里迢迢的突襲 先到韓國 然後呢再搭乘漁船展開突擊 山東半島龍城縣龍山的一個軍事目標 然後兩路人馬呢 他們接近了這個海岸以後就散了岸 不料其中有一隊呢 走了不到20公尺 就被哨兵發現 突擊隊員李秉明 他在徹底的時候 為了要掩護他的隊友 結果被機槍掃射打中了 回撤到那個快艇的時候呢 很不幸的這艘快艇又顧戰 失去了動力 沒有水 他們就只能在海上喝尿為生 在黃海飄了四天 後來他就不幸的殉職 其他倖存的弟兄 後來就遇到了這個韓國的漁船 被救回去後就搭飛機回到台灣 其中也包括了李秉明的遺體 然後在公祭的當天 蔣介石還送上了成功成人的這個網額 那說到這裡我們就只能說成功 這兩個字其實它是非常的備專 它背後其實基本上就是用血列來寫出來的 不過之後的行動似乎就沒有很成功 7月8日突擊隊搭乘了兩艘未專程日本漁船的這種漁船 那就從淡水港起航 企圖想要對那個江蘇旅四港進行突擊 為那個反攻大陸做準備 結果呢 大陸的軍艦就發現了這個可疑的目標向北方行駛 所以就鳴炮示警 就打開探照燈一看 看到這個他們的這個傳險 雖然是有7的日本的國旗 而且還有這個什麼慶勝王等等的這些字樣 可是發現到這個慶勝王 這種它的這些字體 它的遊戲很新 跟其他傳生的這種油漆很明顯的不一樣 確認有問題 就一路追 後來這個一艘被俘 一艘被擊沉 這次台灣這邊呢 有51個人殉職 21個人被俘 就總共就72人就 就這樣子就沒了 到了次年 也就是1965年9月26日發生了蓬萊堡事件 這個事件其實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這個事件之後 台灣這邊基本上就停止了對大陸的這種突襲活動 怎麼說呢 那一天 三位作戰官徐發堂率領其他六個弟兄 進入到閩江口 去偵查敵方的這種陣地 還有攝影等等 這個在他們的艇隊升入了閩江口以後呢 被發現 那共軍就集結了這個炮艇來斷後 然後岸邊的這種暗機火力呢 也這個時候開炮來封鎖他的退路 就因為這個突擊艇的火力 這個其實是很小的 速度又比較慢 結果最後被包圍 他們覺得說突圍無萬的時候呢 這個非常悲傳的一幕就是什麼 七個人身上就板子炸藥 然後這要引爆他們的突擊艇 希望要能夠跟這個圍捕的 共軍的這個炮艇或船艇 一起同歸於盡 那這個爆炸了以後呢 就七個人就 基本上就全走了 那台灣這邊呢 一開始也是認定 不過後來才知道說 其中有一位 他是種山被捉 也就是昏迷了以後 種山被捉 那關了二十多年才獲釋 當然他一度也是被認為說 他是殉職 這個故事我相信很多人都沒有聽說過啦 尤其那位存活下來的人 他被關了二十多年才獲釋 出獄的時候想一想 整個世界都變了一樣 也令人滿感慨的 兩岸的局勢也都變了 我們前面說過 大陸在1964年 原子彈事報成功 在那個前後呢 不是只有大陸在擔心說 他們的事報 會不會先遭到美國或蘇聯的核炸 就連其實蔣介石也很緊張 當他聽到羅布伯的原子彈事報成功之後 認為說會在國際還有台灣的這種心理陰影 這個心理上會產生巨大 而且是久遠的這種影響 那最重要的是什麼 反攻大陸就只剩下一到兩年的時間 所以他就秘密啟動了1961年 訂定的這個國關計畫 也就是準備要徵集山船等等 把它改造成運兵船 而且要加強對大陸沿海的這種突襲 並且研究要怎麼樣子 誘敵海空決戰 這些用人命換來的突襲行動 甚至打到山東 也就是剛剛我們提的 有很大的一部分 就是跟當時的這種兩岸的這種變化有關 一方面 台灣這邊需要用來做對內的宣傳 提高國軍的這種士氣 另一方面也要摸底 知道解放軍他的虛實 如果可以 當然也要趁機建立所謂的攤頭堡或什麼的 只是突襲行動的失敗機率越來越高 並不是說我們這邊 台灣這邊的這種特種部隊不行 因為他們其實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而是說大陸的海防越來越嚴密 上世紀的六十年代初期 為了要鞏固這些邊防或海防 所以大陸的這種海防民兵 都發放了這種槍械彈藥 而且都是可以直接帶回家擺放 隨時可以作戰 如果男人出海打魚 那麼就有女民兵在海 這個海防的這種線上 就巡邏犯哨 由於這個民兵處處通通都有 所以就給突擊帶來很大的這種阻礙 此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 那時候航戰已經結束了 大陸又開始有比較多的力量 可以回頭來關注台海 前例的建構 這個在沿海的這種雷打系統 擴大了對海面還有地空目標的這種 政策距離 所以台灣的突擊行動 基本上晚晚一出海就被發掘 所以接下來就是什麼 等到這些突擊艇靠近了沿岸的時候 大陸沿岸的時候 就是探照燈照射 還有海岸海上有這個炮艇主角包圍 所謂的這種講美武裝特務 儘管身處第一線的成功隊 也就是現在的海榮的前身 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但是經過1960年代的這種多次的失利 特別是1965年的蓬萊堡事件的這種失敗 從此兩棲偵察隊 這種一幕幕的被撞無比的歷史 就基本上就停止了 接下來就是兩岸開始走向 比較逐漸緩和的年代 再次回應 再次回應 再次回應